实验二之二 多变的声音 借由实验了解声音的各种变化及音差的共振 所需的器材有 吉他 硬纸盒 橡皮筋 小木块 砝码 两桶 玻璃棒 共鸣箱 及音差 多变的声音 拨动吉他弦 观察弦线的粗细 长短 松紧 与所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 有何关系 聆听结果可以发现 弦线越细 越短 越紧实 吉他弦所发出的音调越高 将橡皮筋套在硬纸盒上 以不同的力量拨弹 观察发声强弱与振动幅度的变化 将橡皮筋隔成长短不同的两段 分别拨弹两边 聆听并比较两段橡皮筋发出声音的一同 另取三条橡皮筋 各悬挂二十 六十 和一百克的砝码 拨弹橡皮筋 聆听三者声音的变化 五支相同的试管 分别装入不同高度的水 用嘴吹看看 聆听声音有什么变化 如果改为用玻璃棒轻敲 聆听声音有何变化 希望大家尝退馈 聆听声音有什么变化 两个课程